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因為季度 如你所見,我們做了一些場景上的修改 那也沒怎樣啦,總之鎖在家裡面,政府不建議我們出門 結果我就,哎幹我現在沒有帶口罩,靠北隨便啦 反正買了一些東西,添購了一個麥克風,然後旁邊一個右邊的櫃子 那房間也打掃了一下下,不錯,現在終於不是到處灰塵了 Anyway,或許這個東西不太值得我們講太多 總之,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順便講一下這個片語好了 go on a shopping spree 所以買了一些東西,添購了一些 好,我們來做一集,這個是許同學 我叫許 Chunyi同學的,對不起你的那個英文拼音,我不太確定你中文怎麼唸 但你應該是姓許,沒有錯,他希望我們講一下Call of Duty 很好,Call of Duty其實,Duty是那個 你知道Duty在機場的話,Duty Free Shop是免稅店 那難道Duty是稅嗎?Duty其實是任務 所以你的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那Duty是義務,繳稅是義務嘛對不對 那Call of Duty難道是叫你來繳稅嗎?不是 Call of Duty在軍事的層面上就是國家徵招你來打仗 所以任務的一種呼召這樣子,Call of Duty 那他把它做成了PCD遊戲的title很不錯 中文好像叫做決勝時刻,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再說什麼好了 我知道他每年都出一代,所以這個遊戲非常的虛錢 虛海了,那有的始終玩家當然每一年都會去更新他這個遊戲的 買,下一版我就買,下一版我就買 但我記得我只玩過第一代 Call of Duty這邊我們就乾脆看一下他第一代 給他的,很多人給他的一些,或者媒體給他一些評論 我們先看一下他這邊的這個文字上的一個 summary 以及我們等一下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各個媒體的評論 評論的部分我覺得其實是比較好玩的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他這邊的這個 這是一個叫做metacritic的網站上面的一個 先看 summary Call of Duty delivers the greedy realism and cinematic intensity of World War II's World War II's epic battlefield moment like never before 對不起,剛剛這邊應該一口氣淋下去 所以他deliver傳達給了遊戲玩家們 the gritty realism realism就是寫實的這個名詞 所以gritty則是像我們講說nitty gritty detail 我把他打一下好了 我們有時候講說做一件事情我們很卡在一些細節上 對於細節吹毛求疵之類的 所以you're very anal about the nitty gritty detail 有這麼樣一個形容詞放在detail前面 nitty gritty grit其實他的意思有像例如說搖緊牙關叫grit grit your teeth 所以反正大概你懂意思了 所以他deliver了一個gritty的realism 以及cinematic intensity cinematic是那個電影的形容詞 所以電影般的一個intensity是激烈程度 什麼東西得電影般的激烈程度呢? 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epic battlefield moment 所以這個是史詩般的戰爭的場景的時刻 以及他是二次世界大戰的 我把這裡再度一次給你聽 好而且他做了這件事情是like never before 所以就以前都沒有人做到像這樣子的高度跟真實度 so a call of duty delivers the gritty realism and cinematic intensity of World War II's epic battlefield moments like never before through the eyes of citizen soldiers and unsung heroes from an alliance of countries who together helped shape the course of modern history 所以剛剛那句子還沒結束 所以透過誰呢? 所以他deliver了這個東西透過了 透過了誰是誰的眼睛 the eyes of 誰的眼睛呢? citizen soldiers 所以citizen soldiers 你知道他被呼召去打仗的人是在二戰那個時候 都不是什麼職業軍人 就是他們就用一個draft 就是墓征兵的方式 墓兵還征兵? 透過這個增兵的方式 所以你要是被抽到你就來當兵 所以那時候像拳王阿里被抽到不願意去 這也是一個相當知名的故事 所以有人批評他不愛國 但他就是反戰 好這個不錯 所以透過了the eyes of citizen soldiers 所以他們事實上就真的是民兵而已 以及還有很多的unsung heroes 就沒有被歌頌的英雄們 所以這兩個字常常走在一起 就是歷史上並沒有被歌頌的英雄們 所以無名英雄你可以這樣子去理解他 onsung heroes 從一些什麼呢 from alliance an alliance of countries 從哪裡啊 從一個就很多國家的一個聯盟 你知道同盟國跟軸心國 同盟國就是alliance 軸心國叫Axis by the way 然後who together help shape the course of modern history 所以這些人呢 他們在一起幫助塑形出了這個現代歷史的進程 這樣子 the course of什麼 就是一整段路程 所以the course of modern history 所以近代歷史的形狀 所以這一整句話很不錯 play through the chaos of battle as part of a well-trained squad that lays down covering fire and pose its wounded to safety 所以這句到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玩 玩過了這麼多的這些 chaos 就是混亂 所以戰鬥的混亂 你就把它玩過去 play through the chaos of battle 那而且你在玩這個時候 你是身為什麼東西呢 as part of a well-trained squad 所以身為什麼什麼的一份子 什麼啊 就是一個訓練良好的squad 所以這個squad就是小隊的意思 所以身為一個訓練精良的小隊的一份子 那這個小隊呢 後來鬥點後做了一個補充這件事情 Lays down covering fire Covering fire兩個走在一起 就是掩護的火力 這樣子 Lay down就把東西放下來 所以你就去 你放 你施放了這個掩護火力 Lays down covering fire and pose Pose its wounded to safety 以及把他的 這個他的就是我們這個小隊的 小隊的受傷的人呢 我們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去 能夠治療 Pose its wounded to safety 所以這個Wounded這個字是受傷的 In addition to authentic squad movements and tactics Each soldier's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training comes out on the battlefield 所以 In addition to 這個事實上你應該有學過 課堂裡面大概都有教 除了什麼之外 那包括的 除了這個非常寫真非常道地的 這個squad movement 所以透過 除了authentic 就剛剛講的道地 squad movement 就是你的這個小隊的移動 以及的一些戰術 所以你的小隊有一些戰術 你去那邊我去那邊我cover你之類的 所以tactic這個字也多認識一下下 所以除了這之外 每一個soldier的distinct personality 每一個兵啊 阿兵哥似乎有獨特的個性 也好像在戰場上互相呼叫之類的 就獨特的personality 也有獨特的training 所以這些東西 他就會comes out on the battlefield 就會在戰場上出現 No one soldier or nation single handedly won the war 沒有一個兵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就是很單靠一人的贏得了這個戰爭 所以這個single handedly 這個詞是英文上很常見的一個字 就是我沒有說中文講什麼 隻手遮天的那個概念 這裡我覺得是相似真的相似 我不能說一樣但相似 因為隻手遮天有時候我們會用在一些 不是非常正面的一些例子裡 像我們講說什麼董卓挾持的什麼 和什麼地 然後隻手遮天 想要統一全國 這個詞也用的這樣用的好嗎 算了 反正我就隨便講 那或者說是 一些銀行家 金融白領犯罪 希望能夠隻手遮天 然後什麼的 你看這個好像描述在一些 這個不好的內容裡 可是single handedly 他不是不好的 他就只是單靠一人之力的概念 像我們說 一個球隊不太可能單靠一個人 贏得NBA總冠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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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第一次 CALL OF DUTY 掌握了 戰爭 從什麼呢 從很多不同的視角 Capture is the war Capture 就捕捉了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從很多不同的視角 Through the eyes of American British Russian soldiers 透過了美國人的眼睛 透過了美國人的眼睛 英國人的眼睛 以及俄羅斯的這些 也不是人 就這些兵的眼睛們這樣 So battle through 24 missions spanning four interconnected historical campaigns 所以你要打24個這個 mission 所以他裡面有那種單闖的官 所以單機版的 mission這樣子 那spanning就是橫跨了四個 互相有相連結的歷史的 campaign 就是戰役 Take on mission objectives Ranging from sabotage And all out assault To steal vehicle combat And rescue 所以對不起 我剛剛也是 所以這邊有一個 From什麼什麼 然後To什麼什麼 這應該就把它唸清楚 所以你take on 就是去承接 承接一些這些任務 或者你講任務的這個目標 Mission objectives 這兩隻走在一起 So take on mission objectives Ranging from 範圍有著 sabotage就是去破壞 我們在上禮拜講到狼人殺才有過這個字 就是把什麼東西給破壞掉 蓄意的 所以sabotage這個字 一定是故意的 惡意的 把什麼東西給破壞掉 比如破壞掉敵人的通訊 或者是 糧食的輸送這些的 sabotage 可以用這個字 Ranging from sabotage And all out assault All out assault就是 我們跟你們拼了 Guns blazing 充足以跟人家對幹 這個就叫做all out assault Assault就是進攻攻擊 所以ranging from這兩個東西 to什麼呢 偷偷的 stealth就是那種 暗夜進行 扶曉前攻擊 或之類的 讓人家看不到就是stealth 所以隱身起來叫做stealth vehicle combat 就是車輛的戰爭 可能有坦克也不一定 以及最後救援 authentic weapons, locations, vehicles, and sounds of war all contribute to the realism 所以這些很道地的武器聲 位置 或者影響場景 車輛以及這些戰爭的聲音 所以這些戰爭的這些所有東西 都contribute to contribute 我們好常講 都貢獻給了他的這個寫實的部分 好我們花了幾分鐘把這個遊戲描述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邊的一些大家的review怎麼樣 所以這邊說的這個是play magazine給他100分 an extraordinary game extraordinary就是 ordinary是平凡普通的 加一個extra在前面就是不平凡不普通 所以是很優秀的 an extraordinary 他的發音不是extraordinary 不過我在一些歌曲裡面聽過 唱歌的人的確把它唱成了extraordinary 可是我們一般在口語上就只是念成extraordinary 那這個dina的部分 di的部分有的時候那個din還不發出來 有一個鼻音帶過去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也是對的 ok so an extraordinary game that any action fan will go nuts over 所以go nuts就是go crazy 那nuts也有神經病的意思 當然他一開始就原本的意思是 羅斯帽也是nut 或者你知道堅果類也叫nut 所以對什麼是瘋狂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遊戲 任何的這個動作遊戲的粉絲啊 都會為他瘋狂 so an extraordinary game that any action fan will go nuts over everything from the graphics to the sound to the action itself 所以所有的事情 從他的這個graphics畫面上來說 到了聲音上 to the sound 到他的動作遊戲動作的本身 so from the graphics to the sound to the action itself infinity ward and activision 這兩個公司啊 have taken the genre to an all new level 他們把這一個遊戲種類 所以這個字我們也是好常看到的 種類 種類有kind 有type 有sword 可是也可以叫做文藝類的尤其是可以叫做genre 所以他把這個genre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to they have taken the genre to an all new level and it's truly something special 很棒 好我們再看下去 這裡有一個gamer's temple tempo是寺廟你知道 所以遊戲就是玩家的寺廟 no game puts you closer to being on the field of battle in world war 2 than call of duty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集 closer than 所以你看這都是會有文法上的必要性 你前面有個比較集 你要比較東西 後面就要用then來做比較 所以每一個遊戲可以把你放到像一個戰場上的感覺 可以做得更好 比這個call of duty還要好的 所以這個已經是最好的 no game puts you closer to being on the field of battle or put being on the battlefield 這裡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battlefield 戰場 a field of battle 換個方式講 再來是二戰裡面 其實二戰這個詞 我相信對我們台灣同學唸起來可能會有點吃力 因為世界這個字 很多同學就已經唸不好了 所以再跟你強調一次 我在以前影片也強調過 world world 他其實感覺是有兩個音節的 先發一個word出來 然後把all的講完 world world war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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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同學可能會講 world war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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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一個再看下去 game spy 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遊戲的評論網站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遊戲 很棒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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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今年時刻 以至於 所以這是一個 soldat 的劇情結構 以至於 It's my leading candidate for the best PC game of 2003 所以他是他 2003年 最棒的 PC 遊戲的一個候選人 Leading 而且他是領先的 A leading a front-running candidate for the best PC game of 2003 And there's a good argument 而也有一個很好的爭論點 就是他事實上 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二戰的 shooter shooter就是射擊遊戲 So there's a good argument to be made That's the best world war 2 shooter ever 好聽起來很屌 我希望我們看這個幾個可以 事實上我覺得今天做的時間 差不多可以 但是我很想要很想要 因為我看到許同學 他留言中特別講的是 常常看人家直播 聽不懂人家在講什麼 我可以理解 因為要是他有一些 遊戲裡面的Vernacular 是你不太熟悉的話 你真的會聽不懂 所以我們這邊有另外一個網站 我們很快很快 我可能不能看太多 因為他實在是有很多內容 我們簡單介紹幾個 那許同學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如果說你對裡面有些詞 還是不太懂的話 歡迎你在臉書上留言給我 或者是在影片底下留言可以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說到 Call of Duty players have long had their own language and war zone seems to have its own dialect 所以這些玩家 一直都有自己的語言 而這個 war zone 看起來好像他們有自己的方言一樣 Dialect 就是方言 In case you are confused by streamers or just wanna be up to date We've compiled the most popular slang terms and call outs across Verdansk 這是個地名 我事實上可能把它唸錯了 叫Verdansk Verdansk 不太確定 但總之這個地名 遊戲裡的地名 不好意思 我 不錯 麥克風有個mute button 這樣我咳嗽不會讓大家聽到 有時候我自己回放我的影片 可是我就是 如果戴耳機的同學 可能會覺得 靠北你有沒有禮貌 這樣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講幾個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再往下看 我另外一個需要抱歉的地方 說打字事實上是卡拉卡拉的聲音 你知道嗎 就我的這個 那個顯卡好像有一個軟體 好像可以把這個卡拉卡的聲音弄掉 結果我試了半天發現 他除了把卡拉卡的聲音弄掉 打字聲音弄掉之外 他也會把我的講話聲音也切的斷斷續續的 所以你知道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態下 我們就只好 好吧 大家還是容忍一下 大字好 頂多的打小力一點點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說來看幾個 像比如說你如果在遊戲聽到beam這個字 beam這個字 beam這個字事實上是一束什麼東西 像我們講一束光線一道光 我們就可以叫它beam of light 那在遊戲裡beam什麼意思呢 它指的是refer to a gun that shoots incredibly straight or can be used as a verb to suggest someone was shot directly 所以如果槍射的彈道非常直 你可以叫它beam 酷 或者有人直接被射中了 所以 I got beamed 或許就是我被直接打中 所以這邊講的是可以當作一個動詞 來說某個人啊 直接被射到了這樣子 好像蠻屌 然後下面 這Bertha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Bertha或者叫做Big Bertha 或者直接縮短成就叫Bertha 這個講的是在那個遊戲裡面會有一種 運貨車Cargo就是載貨的 所以運貨車就叫做Bertha 酷 Bot是任何遊戲裡都有的 通常講的是機器人 有遊戲你可以放一些機器人在裡面跟你對打 可是這裡講的Bot是一個Bad Player 特別是specifically one whose gameplay is predictable enough to easily outdo我 所以特別是講的 如果說你的這個遊戲技術啊 是很容易預測predictable enough 以及你就可以很輕易的跟它一對一把幹掉 所以這就是一個Bot Cool Bot Bouncing Betty Wow A proximity mine 這個mine是地雷 所以附近就區域裡的地雷 他們叫做Bouncing Betty 好酷喔 我完全沒有概念 會不會那個時候 在當年真的是用說不定也不一定齁 我們再換個 像我們他們如果講到coms的話 就是communication 意思是叫你閉嘴 OK 所以traditionally coms是communication 沒錯這也是我的理解 所以現在呢 It is now used most popularly when someone wants their teammates to shut up and clear the airways so they can focus and hear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m 啊 OK 所以他如果居然 Hey coms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不要講話 以及我才可以聽到我附近發生什麼事 可能有敵人的腳步聲或之類的 他想要聽得到 所以在遊戲裡會叫著這樣的東西 很有意思 OK Cracked really good 表示超強 typically in reference to someone who's playing like they've chucked some G-fuel making them equally end up and focused 這G-fuel我也不太確定是什麼 所以真的 因為有些這詞實在台那個 那講的是有的人超強 超強就可以 Oh you really cracked 真的嗎 Maybe OK maybe Cracked有兩個意思 下面有另外一個意思 Someone's armor has been broken 所以要是你把人家 這個裝甲打破了 例如說什麼防彈背心之類的 你也可以用Cracked這個字 好吧 所以我們真的可能 時間上不太可能全部做介紹 你看下面還有好多的 相當多的 所以可能要把它講完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這算是給你一個功課吧 徐同學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真的有問題可以問 那我都會盡量的回答 好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Call of Duty決勝時刻 我們下次見